继续来关心花莲县议会县政总质询的议程 在15号是由县议员简志龙进行质询 他针对如何打造幸福花莲政策福岛中南区农村整体规划等议题 提出了多项建言 县议员简志龙针对花莲地区乡亲们和博主人们诈骗系统以诱人的话术来进行诈骗 希望花莲县警局做好防犯的措施 另外针对花莲幸福城市议题 如果福岛中南区农村进行整体规划提出多项建言 这次的定期会的总质询 那我以花莲县政府幸福花莲这四年下来所执行的每一项的一些政策来做检验 当然县政府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的事情 不过呢我们从基础数据看到我们花莲县真的幸福吗 不论是你的人口的进出 包含的死亡率包含你的中级收入户 说实在我们是全国的进培末班 但是尤其在经济面上确实有所提升 这个必须要加免花莲县政府的努力 当然因为花莲县是以观光跟农业立线 观光的部分确实已经在发展当中 那可是在农村的部分呢 尤其在中南区说实在的 我们能够去想象花莲县是以农业大线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在这边也是请县府能够针对我们花莲的农村 在之后能够做一些整体的规划 未来也会召开一些相关的会议跟中央会议 能够跟花莲县政府一起来救教 那这这边也是我这次的定期会的主题 现在简直表示花莲县人口进出 死亡率中低收入户全国最末班 虽然整体经济消息是成长的 以希望幸福能够多加用心 共同来打造花莲县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记得喜欢花莲县